越南外交部长裴行山在展览开幕式上表示 70年前,越南签署了关于停止在越南战事的日内瓦协议 凭借这一胜利,越南的独立、主权、统一和领土完整等基本国家权利 在历史上首次得到国际条约的正式肯定和承认 同时也得到预会各方的认可和尊重 裴行山表示,日内瓦协议签署70周年 是更加深刻的认识宝贵的,仍然具有价值的历史教训 共同建设更加美好未来的机会 关于停止在越南战事的日内瓦协议 越南外交史的里程碑展览约120幅照片、文件和文物 其中包括首次向公众介绍的有关日内瓦协议的文件和文物 在线了日内瓦协议谈判、签署和执行的过程 从而帮助各阶层人民和国际友人更全面 更深入地了解越内瓦协议的作用和意义 更生动地感受到越南民族在争取民族解放 国家统一、建国为国的斗争中的顽强意志 和胡志明时代越南外交的特色 展览开放时间为7月15日至9月5日